他就是十一郎 有人说最懂女人李宗盛 最懂男人十一郎 但其实比起写进天下女人心的李宗盛 十一郎只写进了张宇的心 因此在歌坛有这样的一句话 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 两人十二岁相识 十七岁相恋 分分合合多少年 最终还是一对神仙眷侣 潘海卫张宇写了近150首歌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 十一郎原名肖慧文 这个笔名还是张宇给他起的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武打女性 就是香港的狄龙 他最喜欢狄龙演什么角色 肖十一郎 所以我就帮他取其他的笔名 叫做十一郎 而十一郎所写的所有歌曲 都跟两人坎坷的感情经历有关 在大学期间 处在异地恋的张宇 就没能抵抗外界的诱惑 选择了一情别恋 分手之后的十一郎伤心欲绝 无奈之下把自己的痛苦 写在《雨一直下》这首苦情歌里 为何当初那么想 还一起想要嫁给他 就是爱到先处才认他 舍不舍的都断了吧 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宣扬 就是爱到先处才有他 碎了心也要放得下 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 而张宇的内心 其实也对十一郎有着愧疚 终究他们还是复合了 每个月份先去看他一下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他分手 我始终带着很大的愧疚 不管在外面多少桃花 他就是还是 就是跟病理这样 但是之后两人的感情 也并非一帆风顺 分分合合四次 这让十一郎一直都在爱情里 备受煎熬 就这样 十一郎又写下了一首 趁早 每一句歌词中 无意不再诉说着 自己的内心感受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我可以永远笑着 翻页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趁早 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我可以不问感觉 继续为爱讨好 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 若勇气太难了 像变脸要深層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 忘了就好 最终两人在最后一次复合中 十一郎对张宇说道 如果再分手 就不要和好了 我怕我会活不下去 或许是张宇已经定性 这次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他就说 你确定哦 这次回去我们不能再分了 因为再分手我会崩溃哦 他有讲过这段吗 他不是用崩溃 他说他会活不成 在张宇正式踏入歌坛之后 十一郎看着他早出晚归的忙碌 心疼的写下一段文字 之后在张宇谱曲创作出的 用心良苦这首歌 也让他凭借这首歌 一炮而红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祝你要落脚 情也了 爱惜了 剩下空心要不要 春雨走 花又落 勇气凉哭绝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而在慢慢爆红歌坛之后的张宇 各种演出应酬也越来越多 所以难免冷落了十一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给张宇写了一封抱怨的信 然而在张宇收到这封信后 竟然没有看出这是十一郎对自己的诉苦 还以为这是给自己写的新曲 并且还顺手谱了曲子 就这样就成就了这首 传人唱至今的经典歌曲《求鸟》 我一来的时候就发现一张歌词在桌上 他就写他自己 写他自己像一只 像一只笼中鸟那样 是被关在家里面 哪里都去不了这样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 两人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 终于在1997年突然宣布领证结婚 而当大家问到他们结婚的理由时 张宇却表示那天的月亮特别圆 于是十一郎亲自写了一首词 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 那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就是这样 月亮惹的祸这首歌 可以说是他们爱情的产物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一个线索 或是我们那天特别的恩爱 或是那天发生的事情什么 都没有 就后来就看到那个月亮好吧 那就把一切的责任怪出给月亮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 才会在沙南之间 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我承认都是事业热热的祸 也别是桃油笔手来最动人 爱这么欣勇在夜夜沉繞之楼 声音的寻生已动 为原谅的人那一生当春梦 这首经典之作给你们 不知成了多少人婚礼上的祝福歌曲 在1997年张宇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上 他把十一郎请到台上 那就是十一郎 十一郎望着张宇的眼里 是满满的爱 原来我们真的可以从一个人的眼中 看到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张宇和十一郎真可谓是乐坛的神雕侠律 一人作词一人补曲 唱遍了爱情中的悲欢离合 没有十一郎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张宇 这世间最美的情书莫过于每首歌上 都会出现作曲张宇 作词十一郎演唱张宇 这三行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管他几分 找幸福的可能 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要处处试试试试 每个年代都是我们 你付出了几分 爱就圆满了几分 一身热爱回头太难 不忘心里藏 如人静若不断 谁能把火墙里藏光 一身热爱回头太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